AM1 News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宗更輕鬆的新聞 有一個國內的品牌叫我 它的羽絨在Amazon上面大買 贏了很多一些大品牌 例如Canada Goose 或者Moncare 究竟這件是怎樣的新聞 我們又可以從甚麼角度去理解 其實我自己都想了幾個方向 首先有一些美國本身的本土分析 就說今次的奧利利大買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最主要就是美國不同的網上的銷售渠道 或者一些網上的風評 對這件羽絨都有一個很好的評價 我就在想 其實如果最初沒有第一個網紅穿這件羽絨 或者沒有第一個網上紅人的推動的話 那究竟為何又會有人知道這件羽絨呢 其實這個我自己或者想得比較實際一點 我估計這件羽絨它做的一些宣傳 應該都是用了多少的力 或者用了不少的錢 因為確實如果有過千條的一些讚好 給到四星五星的留言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不敢說它有水份 但是事實上 齊齊都這樣讚好 那麼多網紅一起做事 你說 這個世界有沒有那麼一致的聲音呢 但是當作出來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接受了 都不會理會究竟是真是假的了 另外一方面來說 我想這件羽絨大賣的另一個原因 可能就未必一定是這麼準確 不過我想這種其他品牌的一些負面宣傳 確實對這個惡膩來說 是有一個好的作用在這裡 說的是譬如芝加哥 在一月份就竟然發生了七宗慈蟹 去搶Canada Goose的羽絨的這些案件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想無論是有錢人也好 或者是中產也好 就算有一件Canada Goose 就是手臂有個張那一隻 那你會不會 就是沒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在一個治安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去穿這件羽絨出來讓人搶呢 反過來 其實我在日本 都見過很多人穿Canada Goose 或者穿Monclay這兩個牌子 那是不是證明了 其實如果那個地方本身的治安是好的話 其實基本上這些畸形現象就不會出現 再說 如果從這個世界大經濟環境來說 今次這件內地羽絨能夠大賣 其實都見到中美之間 可能在貿易上都有一些合作的可能 因為這件羽絨 其實那間廠或者製造人 他們就不在內地買 因為就嫌內地的這些銷售渠道網站 太貴了 所以就選擇了Amazon賣去歐美市場 這樣的話 即是說 由內地生產 然後由美國的網站負責銷售 然後再透過中美兩地的 一些運輸物流的方法 去送到美國的消費者手上 這一種的做法 確實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一個所謂的世界地球工業的分工模式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算特朗普總統再大聲點說 叫大家多用一些國貨 我相信最後美國消費者 都會看看性價比是如何 再決定將自己的錢是怎樣用的 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裡